首先来看到这些天来呢 乙军不断地向加沙地带拉法市的居民下达疏散令 向外界发出乙方决意推进对拉法军事行动的信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2号警告乙方 或因此承受极其高昂的代价 埃哈迈德一家10口人 在两个月前从加沙中部一路逃离到拉法东部 并在这里用帐篷搭建了他们临时的家 但是如今他们不得不再次逃亡 所谓的家已经被打包成一落落床垫一袋袋一物 连同仅剩了一些简陋的桌椅和锅碗瓢盆 被一点一点往卡车上搬运 埃哈迈德已决定带家人逃亡所谓安全的马瓦西地区 但是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们能否顺利抵达 过去几个月内随着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断向南推进 加沙民众不得不到处寻求安身之所 当地时间11号一早 以色列国防军通过散发传单 手机短信等强令巴勒斯坦人 在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前撤离拉法 前往以方指定的所谓人道主义区 拉法出城道路挤满了外逃的人群 破旧的轿车和马车上挤满了人和行李 更多人扛着行李在炎炎烈日下行走 还有伤者坐在轮椅上被推着 甚至被抬着走 场面混乱 当地时间12号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发表声明称 在过去一周 大约有30万拉法居民从当地撤离 声明强调 乙军所谓安全区的说法 都是虚假和有误导性的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 12号发表视频讲话说 乙军继续在拉法对哈马斯进行精准打击 另据路透社13号报道 当地居民说 在拉法的东南部地区看到了乙军坦克 目前拉法东部俨然是一座鬼城 以军的坦克切断了萨拉赫丁路的交通 这条道路将拉法的东部一分为二 英国卫报12号担忧称 尽管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和美国威胁停运军火的最后通牒 以色列对拉法的大规模全面进攻或已箭在弦上 以防再次发传单强令拉法市中心区域的巴勒斯坦平民撤离 这可能让已持续七个多月的巴以大规模冲突进入到最血腥的阶段 逃离家园的不止在拉法的民众 以色列国防军11号还要求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地区 以及萨拉姆 努尔 拜特拉西亚等社区的居民和流离失所者 立即前往加沙城西部的避难所 在下达撤离令之后 以军自11号晚间开始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地区进行猛烈空袭 随后以军地面装甲部队开始向这一地区推进 以色列战机进行一系列的空袭 袭击目标是杰巴利耶难民营地区西卡路上的住宅 袭击的后果是一些房屋被夷为平地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2号表示 在杰巴利耶与以军激烈交火 13号当地居民说 以军坦克正试图向杰巴利耶的中心地带推进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1号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向以色列提供机密情报 帮助以色列打击哈马斯 以换取以色列停止进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目前尚不清楚以色列是否会听从美国政府的要求 一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在私下讨论中 以色列官员向美国保证 以军士兵不会在疏散约80万巴斯坦人之前攻入拉法 对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2号 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 美方日前暂缓向以色列运送弹药 是因为以色列缺乏在拉法行动中保护平民的可信计划 他说美国总统拜登仍然决心帮助以色列自卫 布林肯还指出 哈马斯在包括哈尤尼斯的加沙部分地区卷土重来 如果以军在缺乏保护平民计划的情况下 对拉法采取严厉行动 可能会让以色列在一场持久的战乱中承担责任 这被外界认为是拜登政府迄今为止 对以色列最强烈的公开批评 当地时间5月10号 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新报告称 经调查有理由认为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 使用美国武器违反了国际法 并列出了大量可信的平民与救援人员伤亡案例予以佐证 布林肯12号首次以美国官员的身份 公开回应了这一问题 称在某些情况下 以色列的行动方式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 而另一边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同一天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通电话 根据美方公布的通话记录 沙利文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和在加沙击败哈马斯的坚定承诺 拜登政府正因本轮巴以冲突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当地时间12号 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表示 以色列已经对整个巴勒斯坦人民开战 以色列不应该再收到任何美国的军事援助了 The reality is, as I think, any objective observer knows Israel has broken international law It has broken American law And in my view, Israel should not be receiving another nickel in U.S. military aid What Israel has done over the last seven months has not just gone to war against Hamas It has gone to war against the entirePalestinian people 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absolutely catastrophic I mean, Christen, we're talking about not just 35,000Palestinians dead and 77,000 wounded Two thirds of whom are women and children That is not the way you conduct a war in a civilized society To the degree that war is civilized 尽管拜登警告要暂缓对以色列提供军援 但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暂缓向以色列公伍 只是权宜之计 旨在缓解美国政府面临的国内国际舆论压力 那么美国这样做实际上表明 美国要对以色列实施情报制裁 在目前的情况下 拉法和整个加沙地区出现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种情况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也不愿意因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被国际社会鼓励 被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反对 美国看到以色列越来越不听美国的话了 所以美国先是停止了高载核导弹对以色列的出口 然后美国总统拜登又威胁 如果以色列打拉法 那么美国会停止所有的进攻性武器对以色列的提供 这说明随着拉法战争越来越进入关键时期 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不断的扩大 美国对以色列的制裁的力度和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 好来看俄罗斯方面 12号俄罗斯新一届的政府完成提名 研究经济出身的别洛乌索夫被提名为国防部长 分析就认为说俄罗斯意在建立更高效的国防供应体系 做好长期博弈的准备 当地时间5月12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改组内阁提议任命 前第一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 为新一届国防部长 有分析认为 别洛乌索夫的任命是最大的意外 他曾担任俄经济发展部长 总统经济顾问 2020年1月出任俄第一副总理 可以说是一名专门研究经济的文职官员 没有军队服役的经历 并不以战场知识著称 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专门出面解释 很重要是在国防部长 在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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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重要是 今天在国防部长 对此俄卫星通讯社援引乌克兰经济学家 阿列克谢库西的观点认为 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个坏消息 库西认为 比罗乌索夫在创建俄罗斯经济增长模式 深度结构转型和适应制裁方面发挥了作用 他出任国防部长 将使俄罗斯军工生产急速增长 同时 普京还签署一项总统令 任命前国防部长 谢尔盖绍伊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佩斯科夫表示 绍伊古将继续在其熟悉的领域开展工作 他将负责管理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相关事务 并出任俄罗斯军工委员会副主席 佩斯科夫还补充说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保留其职位 据塔斯社报道 俄联邦委员会需在一周内对相关提名进行审议 并向普京汇报审议结果 如无异议 普京将签署总统令 对相关人员进行任命 普京更换国防部长可能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多重考量 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讲 可能跟前一段时间 俄国防部出现重大腐败丑闻有关 可以说国防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军心 民心和俄罗斯社会的团结 其次就是军事上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通过一个懂经济的国防部长 来管理国防工业 国防后勤保障 建立更加高效产能更加充足的国防供应体系 那么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这种背景下 在俄与北约的这种大博弈 将长期持续的这种背景下 很显然俄罗斯对此人事调整 国防部长的更换 实际上也是在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那么第三点 更换国防部长 实际上也可能是针对俄乌冲突下阶段的这种行动 而做的一些政治安排 过去两年俄军进攻的主要目标 基本在东线 近日大批俄军装甲部队 从北部发动猛攻 目标直指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乌媒报道称 这是俄军在东部和南部战线之外 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 13号凌晨 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表消息称 在哈尔科夫州的作战形势正在快速变化 俄军部署了多达五个营的兵力 不惜代价猛攻边境城镇沃夫昌斯克 在过去的一天里 俄军损失了超过一百人 但是目前俄军在战术上获得了成功 据报道 俄军10号在哈尔科夫市附近发起进攻 俄罗斯国防部称 已经拿下哈尔科夫州四个居民检 乌克兰国防部称 随着当地战斗加剧 乌克兰派出了增援部队 英媒记者在战火中前往哈尔科夫州首府 我们看到了烧烤在树 我们过去 也有烧烤在前面 看起来是新的攻击 它很酷 有车转转转过我们 有很多信息 据英媒报道 这个村庄叫鲁西基纪石村 离俄军阵地只有十多公里 战斗已经越来越近了 这栋公寓楼里 现在只剩下了一个人 英媒援引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俄罗斯军队几乎畅通无阻地进入边境 没有任何防御攻势的迹象 然而哈尔科夫州长却表示 防御很坚固 他指责西方武器供应的延误 导致乌克兰处于危险之中 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预估 俄乌战士或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进入关键阶段 因为俄罗斯正试图利用西方队伍武器 延迟供应的空荡期采取行动 为迟滞俄军攻势 乌军也对哈尔科夫对面的俄罗斯边境城市 比尔哥罗德发动空袭 12号据俄强力部门发布的消息 袭击比尔哥罗德式的乌军导弹 是从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卡扎奇亚洛潘地区发射的 监控摄像头显示 导弹在楼基旁边爆炸 十层楼房瞬间垮塌 和媒13号报道 这栋居民楼12号遭乌军袭击后坍塌 导致15人死亡 多人受伤 和媒称 居民楼遭习之后 消防 救援 医护第一时间到位 在清理废墟的同时 也在继续疏散临近单元楼的住户 12号 俄方指控称乌克兰对比尔哥罗德式所进行的袭击用的是北约提供的武器 乌军使用原点U战术导弹赤阳火箭炮和RM70吸血鬼火箭炮 此外 在俄国防部宣布俄军占领哈尔科夫州多个居民点之后 英国与美国在快速反应演习期间 在爱沙尼亚努尔姆西地区空头散兵 这一地点离俄罗斯边境不远 分析人士认为 这些演习事实上是在针对俄罗斯 近日 中国海警在南海黄岩岛海域成功开展了海上救生训练 中国海警穿山舰负责执行此次海上救生训练任务 训练模拟海上有人员落水需要救援 中国海警穿山舰立即启动救生流程 据了解 在黄岩岛海域职守的中国海警定期开展海上救生训练 结合海上救援实际不断优化流程 提升救生能力 开展海上救生训练 一方面是提高海上救生组织指挥能力 全舰协同配合能力 二是快速响应海上渔民意外落水等突发环境的需要 现在您所看到的是首次披露的黄岩岛横拍独家视频 画面中美丽的黄岩岛伴随着潮起潮落 呈现出不同的景色 才来看近日围绕着一个聊天应用程序的股权归属问题 韩日又产生了新的摩擦 韩国在野阵营批评尹熙越政府对日本奉行屈辱外交 招致了争端 对于日本方面近期间接施压韩国IT巨头 Naver及领航员公司出售其所持的聊天应用程序 LINE 联我股份一事 韩国总统办公室13号回应 政府将把韩企和国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对违反Naver意愿的不当措施坚决予以应对 LINE 联我由韩企Naver 2011年在日本推出 2019年Naver和日本软银集团宣布进行联合管理 截至2023年 LINE在日本月度活跃用户超过9400万 2023年11月 Naver设在韩国的云服务器发生 LINE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事件 引发日本监管部门关注 日本总务省今年先后两次 对LINE 雅虎公司发出指示 要求其改善经营机制 包括重新规划和Naver的资本关系 目前日本软银集团已经开始根据 日本政府的行政指导与Naver进行谈判 以收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韩媒称 由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做靠山 软银对于股权谈判主动权是志在必得 日本总务省也要求在7月1号以前 提交政府能够接受的资本结构改善方案 不断对韩企施压 对此韩媒称 韩国企业被外国政府的行政指导意见 逼到墙角 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 韩日之间发生外交争执的可能性 日益凸显 韩国国内反对舆论也日渐高涨 在野阵营一致批评 尹西越政府对日本奉行 屈辱外交 台湾区朝中社13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于11号至12号 对第二经济委员会下设的 重要军工企业进行现场指导 在视察中金正恩高度评价了 火箭炮车的自动化系统和产品质量 并要求不断实现提制增量 推动炮兵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在多管火箭炮发射车生产现场 金正恩试驾了240毫米 新型火箭炮发射车 他还走访了生产主要狙击武器的企业 对狙击手步枪等新研制的武器性能 进行了检查 并在现场打爬 照片显示 他射出5枪枪枪实环 日媒12号爆出 美军将在加首纳基地 临时部署2架MQ-4C海神无人机 部署周期为5个月 冲城县支持郁城丹尼 表示强烈反对和愤慨 据共同社报道 美军将在加首纳基地临时部署2架MQ-4C海神无人机 部署时间为5月到10月 MQ-4C海神无人侦察机专为监视和追踪敌海军战舰军机及地面武器设计 具备在17000米高度制空30小时以上的能力 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610千米 为美军水面舰艇地面部队甚至飞行中的战机 获取敌方海上目标的作战数据 更关键的是 MQ-4C能与现役P-8A反潜巡逻机协同作战 协助后者在太平洋地区跟踪并攻击敌军潜艇 自2023年10月以来 加首纳基地已部署8架美军MQ-9死神无人机 冲城县知事玉城丹尼对此表示愤慨 他表示10号刚刚向防卫大臣牧原仁表示反对部署死神 冲城防卫局紧接着就通知即将部署海神 这种做法极其不合常理